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一起来关心12月22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为了改善县内道路品质,解决交通瓶颈路段的问题 台东县政府积极争取了中央补助,也投入先预算 以总经费7亿140万元来进行全县6个乡镇市 共10岸的道路建设工程 而其中包括了1亿7千万元,新建资本温泉区龙马大道 而县总绒庆龄22号是特地前往了开辟工程预定地来视察 并且期盼未来道路完工之后,能够重新带动温泉区内的经济火络 那接下来我说明的是我们这一次的生活圈,我们总共 为了整顿县内交通,改善道路品质以及瓶颈路段的问题 台东县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并成功获得中央补助7亿多元 进行全县6个乡镇市共10岸的道路建设工程 其中的1亿7千万元将用于新建资本温泉区的龙马大道 现场22日上午也特地前往视察 并希望未来道路完工后,能够重新为内温泉的观光旅游带来新注意 当初就希望能够台东北南一路通这条龙马大道 我们就希望能够是四线道 能够让游览车进出民众进出 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观跟视野 那所以在没有预算的前提之下 我们先行用现预算的方式来加高 填高这样的一个道路让它平整通顺方便性更好 这个填土的这样一个深度其实有最高的地方有将近到两层楼高 那未来我们非常高兴 那我们除了在没有预算的状况下 就先行做这个路面填高之外 我们同时也积极争取这样子一个内政部营建署的经费 那非常高兴在上个月11月就得到内政部营建署的通过 整条龙马大道的经费是1亿7千万 那我们尽快在年前能够发报 尽快在明年就可以完工 让民众有一条进入温泉非常好看 然后有这样一个生活便利性 然后也非常有景观的道路 让我们温泉的风华能够再现 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生活圈计划 相关的补助经费也将用于市区 绿岛 时尚 陆野等地的道路修缮工程 县长劳清凌也表示 交通为建设之本 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 并配合自首款项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改善地方的交通 疏通瓶颈的路段 提升交通品质 使在地的居民生活能够变得更加便利 记者陈吉林 泰马里相报导